沙田出名食乳鴿 而这间酒店可以说是沙田乳鴿的次祖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酒店原本是一个家族的度假别墅 不过战后由于逐渐多人来沙田游览 所以业主就将别墅变为酒店 还供应酒菜 为肥鸭乱作招牌 在五十年代初 这里的乳鴿已经非常出名 而酒店亦成为当时香港人的消贤盛地 最初是酒店 各式各样人都有 最初是沙田区当时的环境很清幽 也没有什么酒店 只有这里有一间 来这里吃东西 来这里玩 初不初打麻雀都有 租房打麻雀都有 后期麻雀就嫌不麻烦 请他们到花园打 就是这样 就是在这里都是住一两天 那些多 本地客多一些 外国客都有 东南亚客都有 就是我们讨厌 就是很容易满坐 这里的环境 这里对面全部都是 这间警察馆 这间警察馆就是河河河 就是这里对面的警察馆 就是这里的位置 就是几棵树的位置 对面对面的沙连景处 不过在十几年前 酒店已经不再出租房间给旅客 只是做食肆生意 曾经天天爆满的客房 现在已经人去楼空 食日跳茶舞的地方 就变成饭厅 而这个以前用来挂房间锁匙的木架 就用来放账单 五十年来 酒店虽然有不少转变 不过有两件事始终没变 就是乳鸽和小动物了 一开始已经养了 我们养过很多鸡的 有些死了 又补充了 以前有什么鸡 猴子也有几只 因为他在骑髒的头 就拿去放生 因为以前那个老舌头 他是喜欢养一点的 同时给人家看看 不用说什么都没有 来到这里这么枯燥 吃饭吃饭 游花圆游花圆 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这里最受欢迎的始终都是乳鸽 不信 看这里围围桌都吃乳鸽就知道了 这两个西米 多年吃饭呢 这个人都有的啦 但是星期五呢 西人多喔 当时啊 很多西人的喔 星期五就特别多西人的喔 现在呢 现在呢就是小爹 因为他都违贵了之后 有那么多西人啊 有很多西人啊 这里是文明的嘛 我们狗不狗都会来啊 我来到这里三个四十年 我来到这里三个四十年 我来到三四十年 没有准备的 是啊 是啊 那有什么这么好吃的乳鸽 那我们试着还好啊 这帮由深圳来的旅客 仍然慕名而来 希望一尝沙田乳鸽的滋味感 不少人都专程来到这里吃乳鸽 那究竟沙田乳鸽有什么那么特别呢 原来乳鸽好不好吃 跟蒜料有很大关系 二十几天大的乳鸽 肉质就最嫩滑 配合了秘制的滷水汁 就可以令乳鸽更加入味 师傅说 这里的滷水汁是早存秘方 下了十几种材料 由开铺到现在 已经用了五十多年 可以说是煮乳鸽的精华 滷水我们由开始到现在 滷水都是这么多年了 就五十多年了 每天就沙田乳鸽加药材 下去 煮就四个字松一点 炸乳鸽之前 要先过一层糖水 这样就可以令乳鸽皮脆肉香了 每天大概三百只 那大约六日呢 礼拜六千多只 星期日有时千八只 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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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以前的前辈说 六千只一天 我由我冰手最多 四千多只五千只 有点赞 伴侶重溫流星歲月 同年現在同樣精彩 沙田龍話 伴侶重溫流星歲月 謝謝